歌唱时呼吸方法不正确的各种情形及纠正方法 这里是林俊卿大夫歌唱发音不正确的原因及纠正方法 第一条是激起时呼气方法不正确的各种情形 第一呼气的动作与声带靠拢发音的动作在时间上不相配合的各种情形 一小点激起时如果声带先靠拢而呼气晚一步才走到山门 就常常会引起喉部及咽部紧张 只咽喉一带全面竖紧 这样发出的激起音常常不干净 也就是有滑的现象 不但如此 由这样激起而唱出的声音给人听起来 总感到脑是闷塞在喉底 透不出 关于用这种方法发音的人 歌唱时必定很紧张 老感到费力 耳唱不响亮 这种毛病在声音效果方面 主要的现象是滑与音量小 这两个现象都是可以用生平器检查出来的 用生平器测验不但可检查出机器有没有滑 当检查出有滑的现象时 还可详细验出滑的严重程度到什么程度 在发音动作方面 犯这种毛病主要现象是呼气的动作比较迟钝 这自然要应用呼吸动作测验器才检查得出 根据一般的观察 犯这种毛病的人 不仅呼气的动作比较迟钝 其吸气的方法也往往不正确 这里有各种的图和对比 机器时呼气未能及时达到深门的原因 有时还不仅是因为方法有错误 而是因为呼吸器官在构造上或机能上有缺点 以致力不从心 举一个例来说 有人胸部的内肩肌肉消瘦薄弱 胸臂不坚固 一旦胸腔的压力纵针胸阔及走样 有这样缺点的人 尽管机器时腹肌能及时收缩 呼气的力量总不容易及时达到深门 第二小点 如果发音时呼气先通过深门 然后声带开始闭合 机器的音就不但音调不准 还会有显著的漏气现象 声音带沙 据一般观察 这漏气的现象不仅是发生在机器的一刹那 即机器之后它仍然存在 因之声音也就始终带沙 理由很简单 在猛烈呼气冲击的进行中 要声带靠拢到紧密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的 即使劈列机加倍用力 已难保证没有漏气 我们不难想象 呼气达到声门时冲击的力量越强 漏气的现象就越严重 发出的声音也就越杀 经常用这种机器方法发音 就不但发音费力 歌唱不能持久 唱高音还常常有困难 并且由于发音的效果低 长时间这样歌唱 会引起声带充血 甚至发炎 要诊断这种毛病并不难 漏气现象显著的 单凭耳朵即可诊断 如果凭耳朵诊断不出 或是诊断有毛病 但不知道毛病严重到什么程度 那么就要应用生平器与呼吸测验仪器 帮助检查了 实验证明 这种机器时有漏气的毛病的人 歌唱时排气的情形也常常不正常 不但排气的量不正常 而且在机器开始时的一刹那 排气的动作 常常不稳定 第二 呼气与发音的动作 在力量上不相配合的各种情形 机器师 如果呼气能及时达到山门 但力量太弱 不能配合发音的需要 等到发觉唱出的声音有差错 再拙量增加力量 就会产生哗音现象 原因与上述呼气晚一步达到声门的情形 大致相同 第二小点是 机器时如果呼气力量太强 声带合并 发音一开始就要相当用力 由于动作过于冲动 这样发出的音 常常在机器的开始 音不准 并且两声带在病合时 常常会突然相碰 相碰 有时用力过剩 两声带还会叠在一起 发音时声带这样的用力相碰 对边缘的组织是有害的 常常会引起边缘部分 产生小节一类的病变 由于机器时呼气过于强烈 发音时歌唱着的脸部 常常有紧张的表情 一发音舌部即往后退 如果用力过猛 舌往后退缩 碰到烟后壁时会产生 咯了一声 肌肉相碰的声音 夹起在机器音中 谢谢 这是歌唱发音不正确的 原音机纠正方法 林俊卿大夫所做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面会继续往下读 请您点赞订阅 如果有什么问题 请您在下面留言 谢谢您